好 为了提升部落的运动风气 响应112年全国援助民族运动会的活动 秀林湘公所在112年3月8号 在齐莱山登山口举办了太鲁阁族的圣火取火仪式 凌晨5点开始 起来准备传统祭器具 向着祖居地的方向进行仪式 用主语念者祭祀 祈求太鲁阁族后代子孙能够向先祖 为了延续血脉 勇敢向未知的东迁之地的精神 让太鲁阁族持续在当代社会当中持续茁壮与成长 秀林湘公所文革表示 之所以会选在齐莱山登口 作为圣火取火仪式的地点 象征着太鲁阁族为了寻求猎场 延续血脉的勇敢精神 全新向祖林祈求 让代表着文化智慧勇敢的神圣之火 顺利引燃 这几年其实文秀林湘一直在不断的推动 所谓的各项体育赛事 除了办理体育项内的体育赛事之外 我们也培育了非常多的人才 我们在学校的部分 我们是结合了国小 也结合了国中 也结合了高中 我们在社区的部分 是结合了九个村 我们现在篮球队 我们只有九个村 但是我们有十二支篮球队伍 不容易 对不对 我想这个都是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不断对内的培育 人才的培育之外 而且我们也带着他们 参加全国大型的一个赛事 所以我们的脚步是跟着我们原民会 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 以及各个乡镇市 来一起跟上每一步 那我们希望秀明湘能够成为 最具有潜在力的一个 推动运动的一个原住民族镇 秀明湘将军表示 秀明湘共所对于来 致力于提升部落运动的工作 不仅辅导部落各个运动 参与全国大小的运动赛事 同时也积极主办或是辅导 乡内社团办理各项大型运动赛事 为了就是能够让秀明湘 成为全国最具竞争力的 原住民运动重镇 今天非常感谢原住民族委员会 台湾市政府办理促成 一年一度的运动盛事 也期待这些年来 秀明湘共所培育的运动好顺们 能够为秀明湘 为泰鲁哥组 拿下最好的成绩 记得请你秀明湘外道